Linear Equation 我们今天讲讲中一的数学 Linear Equation 线性方程 继续讲讲分数方程处理 都是Cancelling Denominator 不过这一题为何又会再讲一讲呢? 因为今天想传授大家另一个技巧 可以减低很多在试试当中的风险 先看这一题 正常如果你做过 发觉这个七减这个减分数 这个减分数很有风险 因为待会负得症 其实这一题你可以避免 我们先看看题目的形态 其实题目有三堆东西 就是七 和负的分数 和第三个三分之的分数 当你提型有三件事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将这三件事 任意左右移动 不过你移动了 正乎变回颠倒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一题 原本五分之几这个分数 整个负了 我整堆移过去右手边 这样就变加了 这里就正好 待会就没有了负得症的风险 是不是很正呢? 这个时候就拿个LCM off 的分母 三和五 即是十五 然后全体成十五 你看到风险减低很多 再变成平铺秩序 105 就是十五乘七 然后十五和三 较为五 再加三 加四 15和五 较为三 再加三 加三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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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了数字 不要搅拌 105 就变成21x和17 最后移走17 这个21x在右手边 它正正的 可以看到 所以不要动它 有它在这里 就是减17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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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边都是正数 81除21 就是解决了 好的同学 记得订阅我们的数学999 但愿人长稿 接下来 好